1995年8月5号 东北沈阳耐火材料厂的青年女工任某 下夜班之后突然失踪了 亲属们四处寻找不见踪影 8月7号 任某的丈夫李某分别到妻子单位所在地的铁锡区 启公派出所和家庭居住的铁锡区 陆关派出所报案 这两个派出所迅速就将这个情况 上报到铁锡区公安分局负责破大案要案的刑警役队 与此同时 女青年方某王某的家属也来报案 方某王某已经失踪了几个月 到处查找杳无音讯 据统计 近一年来 到区公安分局报案人员失踪的共有三十多人 其中女青年占大多数 女青年的失踪以前也曾经发生过 但是像去年这样 七二连三 而且人数又是这么的多 还是从来未曾遇到过的 面对接连不断的失踪人员的报案 铁锡区公安分局刑警一大队的大队长 王德辰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 这位五十多岁的老公安呢 侦破过不少大案要案 他深知 这种以人查的难度啊 是何等的巨大呀 尽管如此 他还是指派了308 侦探组的行警们 立即进行侦查 同时 王德辰大队长 又与副大队长 年连友和刘小光 开始分析案情 根据行侦实践的经验总结 女青年的失踪啊 一般有两种可能 一是被人贩子拐卖到 外地的边远村镇 但是这种情况呢 多发生在农村 城市女青年被拐卖的极少 第二 是被屠材或者强奸的亡命徒所害 之后杀人灭迹 这种可能性极大 但是由于没有案发现场 侦破工作 往往都会半途而废 大队的几位领导下定决心 无论是哪种情况 都要彻底的摸一摸 尝试一下 以人找案的侦破方法 工作开展了一段时间之后 排查了一批重点人口 由于308侦察组 有新的案子给予办理 此案呢 便由李福良 带领的202侦探组接班 年复力强的李福全 办案经验丰富 加之他手下又有两名身强力壮的得力的汉将 一个叫做吕永胜 一个叫做张东旭 既然时间不长 他们三个人便在茫茫的人海中排查出了一些头绪 女青年的失踪 必然 与常跟他们在一起的人有关联 但是 与失踪女青年有关系的人员很多 刑警们只好从大范围入手 一点一点的缩小排查范围 在这里可没有什么捷径啊 刑侦技术也派不上什么用场了 刑警们经过大量细致的侦察工作 初步掌握了十几个重点人物的情况 其中一个叫做曹亚祥的这个人 引起了刑警们的格外注意 因为在排查之中 失踪的女青年任某 方某以及王某 以前都曾与这个曹亚祥有过来往 有的与他关系还过于密切 对于这样一个线索 三位刑警兴奋不已 曹亚祥现年32岁 是沈阳旅财厂的工人 1991年呢 因为头部有工商 常年在家休假 经常浪迹于铁锡区 和平区 各个无常 因为他常与身份不明的女人鬼婚 妻子于1995年4月份 和他离了婚 8岁的儿子呀 跟着曹亚祥 住在偏僻的铁锡区的燕粉街 一段乐园里 12号 所教范围之后 刑警们把目标对准了曹亚祥 曹亚祥与失踪女青年 任某的丈夫李某 不仅是旅财厂的工人 而且呢 还是要好的朋友 有的时候 曹亚祥到了李家 还被奉为上宾 赶上吃饭呢 李某还会陪这个曹亚祥喝上几杯 由于李某呢 比这个曹亚祥大上几岁 曹亚祥对李某的妻子任某 就一口一个的嫂子的叫着 1994年夏天的一个夜晚 曹亚祥心怀悔胎的 又来到了李家 李某独自一个人在家 妻子任某上夜班未归 好客的李某就炒上了几个菜 与曹亚祥推杯混战 喝了一阵子之后啊 曹亚祥的BB机突然响了起来 曹亚祥看了看 对着这个李某就说 哎 你猜是谁请我 李某疑惑的摇了摇头说 不知道 曹亚祥诡秘的一笑说 是嫂子下夜班请我接他回家 九一正浓的这个李某啊 不愿意动态 就对曹亚祥说 那你就替我跑一趟吧 把你嫂子给接回来 此后 任某经常下夜班 传呼曹亚祥来接他回家 两个人关系甚密 8月5号半夜 任某下夜班没有回家 第二天 具象不明 家人找了半天呢 只在宝宫街的路旁 发现了任某的自行车 李福良探长 带着刑警 吕永胜 张东旭 顺着这条极为重要的线索 紧抓不放 经过多次查访 刑警们了解到 8月5号的夜半时分 任某在东北 沈阳奈火材料厂不远的 选矿药剂厂的门前 电话亭里打过了一个船户 然后神秘的失踪了 那么任某 是给谁打的船户呢 如果能揭开这个谜底 也就找到了寻找 任某失踪的路径了 刑警们立即与相关的船户台联系 请他们帮助查找8月5号半夜时分的船户号码 经过大量的筛选 终于查到了 8月5号深夜23点20分 任某确实在这个选矿药剂厂的门前 电话亭打出了一个船户 所船户的人正是曹亚祥 种种迹象表明 其名失踪女青年都与曹亚祥 有过不正常的来往 曹亚祥已成为女青年失踪案的重点嫌疑人 刑警一大队的王德辰 年龄有副大队长 把这一情况迅速的汇报给铁西区公安分局领导 分局的刘伟局长和主管刑侦的把文权副局长 与几位刑警队长招密部署 制定出拘捕曹亚祥 打开女青年失踪案突破口的方案 10月23号的晚间 刑警们设下天罗地网 轻松的秘密逮捕了曹亚祥 这里有没有和大家交代一下 公开抓捕曹亚祥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刑警们主要考虑的是什么呢 如果失踪女青年一旦真的是被曹亚祥拐卖塌方的话 那他一定还有同伙 密捕曹亚祥啊 是为了不打草惊蛇 生在沈阳 长在沈阳的曹亚祥根本不像是一个东北汉子 陌生人看着第一眼呢 一定会以为他是滴滴倒倒的一个南方大公仔 三十岁刚出头 前额便有一些秃顶了 一对猙獰的眼睛深陷在眼窝之中 两条呈倒八字的胸眉 向鬓角处高高挑起 精瘦的脸颊泛着灰白色 不到一米七的身材呀 很难使人联想到 他会干出那种杀人越货的罪恶的勾当 年纪轻轻的曹亚祥在沈阳旅财厂 并没有什么钱格劣迹 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 1991年的一次意外工伤啊 使他的人生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那次工伤给他的挣钱额 留下了一块深深的伤疤 虽然呢没有落下什么后遗证 但是从此啊却成了他有班不上的理由了 百无聊赖的曹亚祥 去哪消磨这些难熬的时光呢 他把目光就瞄准了灯红酒绿的歌舞厅 夜总会这些场所 低廉的收入与高档的消费 往往使得曹亚祥在那些坦兄露乳的 女舞伴面前显得十分尴尬 他原来十分平衡的心境 渐渐就失去了常态 他开始啊 与一些无常的女舞伴频频的接触 进而呢发展到了关系异常 这时候他年轻的妻子就感觉到 工伤之后的曹亚祥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一个和睦的小家庭出现了裂痕 从相互口角到大打出手 夫妻间的矛盾越来越大了 曹亚祥与一些舞女的关系 由暗地就转向公开 这是妻子最无法容忍的 1995年4月 这个不幸的家庭终于解体了 当时八岁的儿子跟了曹亚祥 脱离了妻子的管束 曹亚祥就像一辆没有了闸的破车 高速的滑向了罪恶的深渊 曹亚祥既然已经落入法网 可是虽然抓获了他 一没有现场 二没有人证物证 那这个破案的难度可想而知了 探长李福良刑警吕有胜 张东旭早就已经做好了 春败的思想准备了 开始与曹亚祥进行艰难的周旋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过去了 案情依然毫无进展 这是几位刑警事先所预料到的 这时候刑警开始审问曹亚祥 8月5号半夜 女青年任某下夜班之后 你们上哪里去了 面对刑警的发问 曹亚祥灰白脸上 没有一丝波动 我没有接到他的船呼 他是个大活人 谁知道他去哪了 你不是经常接他下夜班回家吗 这一次我没有接他 审讯每到这里呀 就出现了僵尸 如何打开这个僵局 是案件获得进展的关键 有充分的证据表明 任某下夜班之后 经常传呼曹亚祥去接他 而曹亚祥偏偏否认 8月5号夜间 任某传过他 这分明是在躲避和撒谎 躲避和撒谎的背后 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罪恶 刑警们横下一条心 就算是不吃不睡 也要把这个案子给拿下 讲到这里 有的老铁可能会有发问了 到曹亚祥的家里搜查一下 不就案情大白了吗 按照有关法律呀 在没有相应证据的前提下 公安机关也是没有权利搜查民宅的 刑警大队长王德辰 副大队长年连有 与刑警们轮番审讯曹亚祥 昼夜不停 你说任某 没有给你打传呼 你看这是什么 第四天 刑警们把杀手锏亮出来了 这是曹亚祥 所持BP机传呼台 出具的一份证据 上面准确误误的 记载着8月5号夜间 23点20分 女青年任某 在选框药剂场门前的电话亭 给曹亚祥打传呼 并且留下的信息的记录 8月5号那天半夜 曹亚祥把任某飘到自己的家中之后 欲行坚肃 竟然遭到任某的拒绝 浴火中烧的曹亚祥 操起早已准备好的铁锤 照着任某的头部 狠狠的砸了过去 然后杀掉了任某 又把尸体给肢解了 第二天上午 曹亚祥用家中的稻骑驴 把这个包好的尸块 运到铁锡区 养土乡正家铁道口 东侧的臭水沟 泡尸灭迹 这桩血汗 刑警们早在预料之中 但还有女青年 方某 王某的失踪 是不是曹亚祥所为呢 副大队长连年友 与202侦探组的刑警们分析 手段凶狠的曹亚祥 能够如此杀人碎尸 那就可能做过不止一起 一定要深挖 扩大战果 刚刚招供的曹亚祥 谁知道 又推翻供词 说他一个人也没杀 可是刑警们 并没有失去信心 越是大药案 越会出现反复 这是刑警们 长期办案得出的结论 曹亚祥 供出杀害任某一人之后 以为刑警们能够放松追查 而恰恰相反 审讯 紧咬不放 四天四夜的轮番审讯 使得曹亚祥支持不住了 无奈 曹亚祥 终于供出了一个惊人的数字 着着实实 让惊得多 见得广的情景们 大为震惊啊 五名女青年 先后被他监塑之后 洗劫财物 杀人灭迹之后 抛尸那条臭水沟之中 比报案失踪的三个女青年 又多了两个 曹亚祥的供述是真是假 还要靠确凿的证据来检验 刑警们依法搜查了曹家的住宅 这是铁锡区 燕粉街 一个十分偏僻的独门独院 肮脏破败 果然 在曹家这个抗边 棍厨 天棚上等多处 发现了喷溅的点点血迹 同时 还在滩家的隐蔽处 发现了大量的女人的金银饰品 女用皮鞋 女用提包等等 还有一台来路不明的路放机 和几盒淫秽的录像带 大量 与女人有关的相关政务表明 曹亚祥 与失踪女青年案 确实有关系 从血迹检验来说 初步认定 这里是杀人灭迹的第一现场 那么 查找被害女青年的失源 则是最后给此案定案的关键所在 10月26号的上午 刑警们压着曹亚祥来到他指认的抛尸现场 余洪区 阳世乡 正家铁道东侧的1.5公里长的臭水沟旁 说这里是一个臭水沟 实际上就是一个臭气熏天的大粪坑 里面的黑乎乎的 死鸡烂狗 什么杂物都有 熏得刑警们穿不上气来 大家用这个防火用的勾连枪和铁锹 在这臭水沟当中连蛙带脑啊 打捞证据 打捞出了 女人头颅 骨盆等供计26块尸骨啊 这里曹亚祥供述的完全吻合 这一天 尽管这些刑警们被这些尸臭熏得吃不下饭 但是案情终于大白于天下 这是他们最大的喜悦 最大恶己 手段残忍的曹亚祥 供述的杀害五名女青年 与抛尸现场打捞出的五具尸骨一致 看来此案可以最后定案了 然而在核对诗员的姓名时 202侦探组的刑警们又细心的发现 这五具女尸当中呢 并没有失踪女青年方某和王某 而且这两个女青年在失踪前 都与曹亚祥有过密切的来往 看来方某和王某的失踪 也极有可能是被曹亚祥所害 几名刑警又开始对曹亚祥开始挤牙膏 到底还有没有其他的案件 因为现在刑警们掌握了大量的物证 审讯曹亚祥也就有了主动权 据这个失踪女青年方某的家属认定 曹亚祥家中的这个陆放姬呀 正是女青年方某家中所有的 在此物证之下 曹亚祥不得不交代了杀害方某的罪行 28岁的女青年方某与曹亚祥是同场工人 两个人来来往往关系超乎寻常 据曹亚祥共认 方某呢先是向他借了三千五百块钱 用作亲属做生意 后来曹亚祥向这个方某要钱 方某没钱就把家中的陆放姬放在曹家进行抵押 曹亚祥一看对方没有还钱的意思 一计之下就把方某给杀害了 再说36岁的女青年王某 是沈阳锻造厂的工人 单身一人 曹亚祥与这个妻子离婚之后啊 女青年王某便与曹亚祥聘居起来 曹亚祥还一本正经的跟别人介绍说 王某呢是自己的妻子 实际上曹亚祥与王某的结合 只不是为了满足他生理的欲望 根本就不想与王某结婚 天真的王某以此来纠缠曹亚祥跟他结婚 心黑手辣的曹亚祥 用同样残忍的手段 结束了王某的美梦 十分狡猾的曹亚祥啊 杀害女青年方某和王某 并不是在铁锡区燕粉街的家中 而是在临近铁锡区的余洪区 阳土乡的野心修配厂 宿舍临时租用的解艺房之内 抛制地点也有了变换 被曹亚祥抛至辽中县赐予陀镇 和沈阳常客西站几座公厕之内 老铁啊 这个案件讲到这里 很多人自然而然的就会问了 就曹亚祥是不是有精神兵啊 或者是心里变态而成为了杀人狂呢 带着这些疑问呢 铁锡区公安分局刑警一大队的审讯室里 记者就采访了曹亚祥 已经成为死囚的曹亚祥 双手被牢牢的靠着 双脚也被钉上沉重的脚链 他的双眼直瞪瞪的看着记者 谈话之中 他神志清醒 谈吐自然 并没有什么任何的精神异常的反应 据这个犯罪心理学推论 尽管曹亚祥不是精神病的患者 但是也属于典型的变态人格 与妻子的离异 单身的孤寂 暗昌的诱惑 黄色录像带的毒化 这些都导致了曹亚祥心理畸形的变异 刑警在审讯的时候 追问这个曹亚祥 杀害这些女青年的作案动机 曹亚祥竟然口口声声的说 我这是为社会除害 因为这些女青年没有一个好货 她们都是三胚小姐 都靠卖银来搜刮钱财 所以我才下狠心杀了他们 曹亚祥交代她的作案手段的时候 几乎也都是一个模式 女青年被骗到她的家中之后 寻欢作乐 当女青年提出要钱我的时候 曹亚祥便杀害他们 碎尸灭迹 在短短的四个月的时间里 青黑手狠的曹亚祥 就用同样的残忍手段 杀害了七名女青年 从1995年3月 曹亚祥杀害了王某开始 到1995年8月5号的夜间 曹亚祥杀害了任某 其作案速度可谓是飞快 曹亚祥交代呀 这些被害的女青年 有的是她的帖子 有的是她的小聘 而有的则是她从和平区 铁锡区的一些舞厅之中 带回家中坚肃的暗昌 这些女青年 有的以身相许 有的是寻求异性的刺激 由卖淫进而丢掉了性命 这也说明 如果女青年不能自真自爱 必然会导致可悲的结局呀 狡猾的曹亚祥为了掩人耳目 于1995年9月初 又以呢 与妻子复婚为幌子 把离异的妻子 接回到了家里 行刑一大队的大队长王德辰 在分析曹亚祥这个举动的时候 看破了他的诡计 说曹亚祥是弄巧成拙 他企图掩盖罪行 反而倒露出了马脚 为了攻下沈阳这一罕见的特大案件 铁西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 202侦探组的刑警们 为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为了打击凶恶的罪犯 他们付出的代价 是用语言难以表达的 铁西区刑警 破获这起特大案件 在辽审地区引起强烈反响 沈阳市公安局 向铁西区公安分局发来贺信 铁西区区委区政府 向有功的刑警颁奖两万元 铁西区公安分局出奖一万元 隆重的褒奖有功的干警 铁西区公安分局的刘伟局长 十分兴奋的说 这个案子是沈阳市秋季公事中 最漂亮最叫的响的案子 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 乘胜追击 以取得更大的战果 果然后来呀 曹亚祥系列杀人案 被评选为1995年 沈阳市十大恶性案件之首 足以证明此案的分量 2019年5月21号 湖南绍阳洞口县的 王村村民张居谦 杀死邻村的村民张庆红 逃亡期间 又犯下了一起灭门惨案 至包括两名儿童在内的 四个人死亡 一时之间这个张居谦 就成了当地史无前例的 连魂杀人案凶手 这使得全国人民的目光 就聚焦到了这个宁静的小山村当中 张居谦呢生于1963年 5月21号 家里兄弟姐妹共8人 父亲在他12岁的时候去世了 母亲独自一人呢 把他拉扯长大 显得力不从心 能让自己这些孩子不饿肚子就不错了 根本就没有精力 在兼顾对子女的教育和亲情的培养了 张居谦成年之后啊 和所有的兄弟姐妹的感情关系都不咋地 平时很少来往 只在过年期间象征性的走动走动 年轻的时候 张居谦呢长得还算是有几分模样 并且呢借此讨得了一门媳妇 生下了一儿一女 但是张家安生的日子呀 没有持续多久 张居谦呢 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学校教育 没有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 在社会的大染缸里 他很快就迷失了自己 表现出了对享乐的热衷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呢 张居谦就沉勉于吃河嫖赌当中 把仅有的一点积蓄啊 全部都给用了金光 而且还成天不着乌 与邻村一个叫做刘玲的女子啊 长期保持着不正当的关系 张居谦的丑事 很快呢就传得人尽皆知了 妻子找到张居谦 闹了两次 张居谦恼羞成怒 不仅呢 没有表露出悔意 还动手打了自己的老婆 妻子想不过 喝下家中农药 自杀身亡 留下了一对可怜的儿女啊 妻子的死 也没有能够让张居谦反而悔悟 反而给他制造了良机 在妻子服毒自杀后的第四天 张居谦就把刘玲给迎进了家中 开始和他进行了共同的公开的同居的生活 并且于2007年正式登记结婚 但是直到案发的时候 两个人呢都未育有女子女 之前说到这个张居谦呢 热衷于享乐 而自身的能力呢 又不足以挣到足够多的钱 来支撑这种欲望 于是他确定铤而走险 步入邪路 1992年到2015年之间 张居谦四次因盗窃入狱 在监狱里待的时间总和超过了12年 刚开始呢 还有兄弟姐妹呢 选择原谅他 他出狱的时候呢 还会去给他接接风 但是后来发现 他们这个兄弟啊 死性不改 也就不再管他了 张居谦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拿 包括现金 手机 电视机 包 甚至是村民家养的这些家禽 他偷过山羊 偷过鸡 还有一次呢 在受害人厨房 偷了一个重约六斤重的猪肘子 回去就煮了下酒啊 因为屡屡入狱 张居谦在这个村子里的名声太差了 大家都知道啊 他可不是什么好货色呀 他也不害臊 抱着破罐子破摔的心态 毫不在意面子的事情 但是刘玲可受不了这种日子呀 2014年张居谦第三次入狱之后 刘玲就悄然离开 此后就再也没有回到过张家 2016年张居谦第四次出狱的时候 由于年龄大了 不再适合翻墙爬院的偷鸡摸狗的生活了 就重新呢 种了一亩多的地 又凭着徐来的打鼓的本事 帮人操持着红白喜事 来维持生计 张居谦没有感受到来自父母的爱 这也使得他自己也不会做父亲 不会爱孩子 儿子张成说 他从小就很少看到父亲 父亲要么在监狱 要么就在别的女人家里 父亲赚的钱 很少拿回家 都在外面挥霍 任由母亲艰难的带着自己和妹妹受苦 在张成的记忆当中 童年的生活呀 始终伴随着父母的争吵 母亲死后 父亲只顾着和刘灵过二人世界 对他和妹妹根本就是不闻不问 母亲的自杀和继母的到来 对张成的一生影响很大 他认为父亲和继母的关系 是导致母亲自杀的原因 后面张居谦屡屡违法犯罪 也成了家族的耻辱 张成更是不愿意提起这个父亲 几乎就和张居谦断绝了父子关系 2011年张居谦的弟弟张居兵去世 由于张居兵的没有子女 他死后患病的妻子没有人照顾 他的财产呢 又没有人能够继承 张家的几个兄弟商议之后 一致同意将张居谦之子张成 辅于张居兵为四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让张成与张居谦断掉关系 成为张居兵儿子 照顾张居兵的妻子 并且继承张居兵的家产 这件事呢 就使得张居谦在名义上 就失去了儿子 女儿早在成年之后 就嫁到外地去了 再加上刘玲的离去 张居谦便成了孤家寡人了 此时的张居谦一人吃饱 全家不饿 对吃喝已经丧失了兴趣 年过五旬的他 在嫖的方面呢 又失去了身体的本钱 吃喝嫖肚四个字 那就只剩下一个肚子了 与村民打牌 就成了张居谦消遣的主要方式 2019年5月21号 也就是案发当天的下午五点多 张居谦骑着摩托车 到受害人张庆红家门口打牌 不久之后 两个人就发生了口小 相互推散 后来呢 被人给劝开 继续玩牌 但是这之后啊 两个人之间的争吵 就没有完全停止 二十分钟之后 张居谦起身 骑着摩托车就离开了 大概十分钟之后 张居谦想不过 在屋里就拿了刀 骑着车子 就返回张庆红的家中 两个人再次发生争吵 并进行拉扯 期间张居谦就说 你不要再推我了 再推的话 我捅你两刀 这张庆红也不回转 也不扶软 回应说 你捅 我今天就让你捅 张居谦于是就将藏在裤包之中的刀子亮出来 吓唬张庆红 正在这个气头上的张庆红呢 还是不服软 我不怕你啊 今天事必须说清楚 张居谦因此受到了刺激 掏出了那把 长度大概在三十厘米的尖刀 就朝着张庆红连捅四下 捅完立刻就逃离了现场 等到派出所的警察和镇卫生院的医生赶来的时候 张庆红已经没有了呼吸 案发之后 当地的公安局联合武警及政府工作人员 对嫌疑人张居谦就进行了地毯式的搜 由于山地居多覆盖面广 搜寻难度极大 即便出动了近两千的人力 也没能及时找到张居谦 5月25号的晚上12点多 张居谦杀死了同村的村民 杨朝一家四口 包括两名年龄分别为五岁和七岁的儿童 知情者告诉警方 张居谦与杨朝一家曾经有过小矛盾 当地政府呢 还曾经介入过调解 但是矛盾万万没有达到杀人的地步啊 怎么会连小孩都不放过呢 只能解释为啊 张居谦的人性扭曲了呀 5月28号 在警方权力围捕之中 张居谦走投无路 畏罪服毒 自杀身亡 对于张居谦的结局 儿子张成坦言 母亲四后 我们兄妹二人 就成了事实上的孤儿 我们从小吃百家饭长大 除了恨他 对他没有其他任何感觉 张成唯一难受的是 虽然他不愿意承认这个父亲 但是在别人眼中 他始终是张居谦的儿子 以前在学校同学都说 他是小偷的孩子 现如今 他又要顶着杀人犯儿子的标签 继续活下去了 张小英啊 是这个张千居的三姐 他听到张千居 张居谦服毒自杀的消息之后说 我很高兴他死了 不怕遭人骂 他死了 我一点都不难过 他害死了那么多人 总要付出代价的 没错 张居谦作恶多端 出手狠辣 最终呢 落的那般下场 完全是咎由自诩 但是通关他的一生 行事冲动 性格偏执 是促使他犯罪的直接原因 而幼年时家庭关爱 和学校教育的缺失 很可能啊 也是造成他自私自利 做事 不顾他人感受 没有规则意识 并且挑战法律底线的 根本原因呢 老刘想说呀 一个没有被爱过的人 他自然很难 学会去爱别人 巧的是啊 去年5月21号 是张居谦56岁的生日 他本该在这一天 接受亲友们的祝福 却因多年来的习性 造成了众叛亲离 截身一人的局面 还成了千夫所指的杀人犯 在选择结束生命的同时 张居谦采用了 与前妻同样的服毒自杀 不知在最后时刻 他有没有想起 那个可怜的女人 又有没有在心头 闪过几丝悔恨之意呢 我对我看了 感谢观看